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各位再介紹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在Google瀏覽器 你可以安裝一個擴充功能,一個外掛 讓你可以在播放影片的時候加速或者減速 那對於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或者是未來你有機會在抓歌的時候都很方便 你可以把影片的速度,音樂的速度放慢,慢慢的停 那練習的時候呢,你也可以把速度放慢 慢慢的跟著練,由慢到快 那它當中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設定反覆回到某一個點 但是它這個功能比較是 它只能設定一個A點 然後你按一個快捷鍵,你按一個Q 它可以跳回那個A點 但是它沒有辦法設定B點 以前我們常在學英文的時候 學英文的時候常常會用一種AB反覆的這個功能 反覆的聽同一句 那我們在練習音樂的時候呢 也蠻常使用這個功能 有時候就會固定AB某一個樂句 反覆的跟著練習跟著練習 那我之前介紹的那個VideospeedController 它畢竟比較主要的功能是在控制影片的速度 所以它那個AB點的那個功能就缺了一點 那我今天在找那個 因為我需要有這個ABLoop的功能 那我太太能意外的幫我找到一個 還蠻好用的一個擴充功能 那如果你是用Google瀏覽器的話呢 你可以到Google Chrome的線上應用程式商店 搜尋這個5Loop 或者我等一下會把連結放在影片的底下 你也可以去點來用 好那點右邊這個加到Chrome 然後按新增擴充功能 OK它已經加到了你的 應用那個 瀏覽器裡面 好在影片的部分呢 你按一個重新整理 那接下來你會看到左下角這邊有一個Clee to show or hide the video controls 點開來 OK它就跑出來了 最底下有這個廣告 如果不想看的話 它不讓我關 還是仍舊不讓我關 好來介紹一下底下這一條 喔要過一陣子才能關 不能馬上關 好那介紹一下底下這幾個按鈕 那左邊最左邊這三個當然很清楚 就是中間這個是play跟暫停 播放跟暫停 然後左邊這個是往回 倒退倒退不知道幾秒 然後這是往前 喔一次五秒 往前往後都是一次五秒 然後再來旁邊這個百分之百 這個是加速跟減速 你可以把影片的速度以百分之五的 的單位增加加速 那但是最快只能到一百五十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減速 那減速呢最慢最慢可以到百分之十 那百分之十的話呢 就真的會蠻慢的 我們來聽聽看 慢到一個無與倫比 那它的概念大概就是因為 這個擴充功能比較是給音樂人使用的 所以大概不會有人想要把一個音樂加到一百五 應該說不會想要加到超過一百五 因為沒什麼意義 但減速的話很好用 就是你不管是在抓歌 或者是你在練某一個樂句的時候 你可以把速度放慢 然後不斷的練習 比如說放到60 百分之60 練到很熟以後 我再變65 再練到70 以次雷推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找這個擴充功能的最主要功能 就是它可以設定 在這個圈圈這邊 兩個箭頭畫圈這邊 這個就是一個AB loop的功能 好那示範一下它就是這樣 你螢幕點開 A點 B點 接下來它就會一直反覆 你設定的這個A點跟B點 然後你就可以 加速或者減速這個A點跟B點 OK 再點一次 就取消了這個A點B點 好然後再來一個 額外的附加功能 對我來說是附加的 就是它可以升Ki降Ki 例如說你看 斯涵現在的聲音是 哎呀非常的可愛 接下來我們讓它變成竭力鼠 有沒有覺得這樣的聲音比較符合它的樣子 好 再來在旁邊這個呢 點開來它就是有點類似全螢幕 它會把一些你不想看到的東西把它取消掉吧 好然後在旁邊 在右邊一點這個 這一個這個是 那個接拍器 好那你可以調整你要的速度 只能按加減不能上下拉 但是可以長按 好 以此類推 那 比較可惜是它沒有那個Tap的功能 如果它可以再增加一個Tap的功能 你就可以放著音樂 然後去點速度 點完以後 它就出現你要的速度 然後就跟著音樂可以一起彈 那節拍器的功能呢 呃 因為有這個節拍器的功能 所以 所以可以更確定它這個功能 擴充功能 就是為了音樂人設計的 好在最旁邊這個三個點這邊呢 你可以 你也可以存 這個 存這個什麼 載入你 你 電腦裡面的影片 然後一樣做加速減速 跟升key降key的 這個 功能 好點開來 然後按中間這個load video 那就可以選你要的 某一個影片 這樣子 好 那 以上 就是 今天新找到的這個 擴充功能的介紹 那它在 手機 呃 Apple的手機跟 Android手機 都有 所以 有需要的可以去下載 不過 App的部分就要淺了 好像是130 那瀏覽器的部分不用淺 對 那用用看 如果瀏覽器免費的 用用看你覺得還不錯 那 我覺得花一點錢買一個不錯的App 對於各位在練習上也會蠻有幫助的 那手機的App的話應該就是 買了一次 然後就可以用在手機跟iPad上面都可以用 好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介紹 大家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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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